我看到亚轩他有一些朴素的成就他人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倒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服务他人的这样的服务性质的工作 比如说你之前的实习的经历都在培训机构或者是辅导学校 你没有考虑过要做继续做跟教育相关的岗位吗 也有考虑过因为我现在本来是报考了3月14号的教育资格证 因为由于疫情原因他就推迟了然后就没有考 就现在我手里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不太敢念这个 我觉得运营你是小白但是在在教育这个这个二呢 毕竟还有一些经历这是你的优势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在帮助了他人之后 你的那种喜悦我们能看到啊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非常的吸引我 我非常喜欢亚轩真的 最大有点什么呢是他非常有眼光 因为他喜欢我 因为他学的是金融学 然后他非常有远见 选择一个他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 这个上司的风格 我觉得他非常有眼光所以我很喜欢你 我觉得结论是对的 但是论据不足 我也推荐说啊这个啊亚轩去到杨荣那边 因为专业对口啊不放弃啊你你你学的那些专业知识 直接就可以对上去 甭管你现在是不是小白 真的是 对吧 你可以在这个延长线上继续的 对吧走下去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还剩七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 我有才 才艺展示是 我我带来一段魔术表演 魔术 首先我这边有一副扑克牌 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然后这边有两个街 然后我现在随机发牌 请杨荣老板喊一下停好不好 好的 然后我现在开始发牌了啊 你可以随机喊停 停 好的 我们现在把一张A放在杨荣老板喊停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把这副扑克牌合起来 然后继续 请周围老板喊一下停好不好 好 好 我现在开始了 可以发牌 停 好的 我们把另一张A放在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再一次合起来它 然后我们现在要打开这副扑克牌 这是刚才我们选的两张A 然后我们找到它旁边的朋友 然后我们翻开它看一下这是什么 嗯 它的朋友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另一张A 找到它的朋友 嗯 下面就是见证奇系的时刻 四个朋友见面了 我们踩一展示完毕了 没没看明白 挺可爱的一个魔术 好好好 哎你女生怎么会想的变魔术啊 因为因为我唱歌比较难听 然后我又没有什么唱歌跳舞类的才艺 然后我就看我唱歌 你为什么选周围 嗯 因为 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很严肃 我想帮它开心一点 还是你没见过更严肃的 我们接着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在疫情长假期间你是如何度过的 是吃喝玩乐还是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哦 我 我没有吃喝玩乐 但是也没耽误我吃 吃 但是没有玩乐 然后 然后我主要是 因为帮考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准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和 和还准备了我的毕业打编论文 因为这段时间很紧张 今天下午刚答辩完 完事 还有补充吗 就是 在吃的同时 也没有耽误学习 你 好 好 你 好 你 好 感谢观看